国民党立委徐晓星的大姑跟他的先生呢 因为卷入了洗钱跟诈骗的案件 遭到了收押禁件 而媒体人温朗东就发文爆料说 徐晓星在2023年11月的悬前造势 还是由这一名大姑来策划举办的 温朗东就批评了 国民党明明就说要严惩诈欺 但是却找诈欺犯来帮忙举办造势 而今天上午徐晓星 他在花莲受访的时候突然哽咽 随后更是抱着国民党立愿党团的总招 附冠奇放声大哭 带你一起来看最新的画面 我愿意离婚 但是请大家不要再去把无关的公司 一起扯进来了 那家公司他并没有涉入跟我合作公司 并没有涉入诈骗 真的没有 我们的家人被这个杜姓男子威胁 恐吓甚至对我自己的亲人去家暴 保护令都申请下来了 是在3月25号的时候 诈骗集团真的造成很多人的家庭破碎 很多人的痛苦 像我现在的痛苦就是这些诈骗集团所带来的 所以我怎么可能去放过这些诈骗集团呢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继续 静静 静 静